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皮慢慢地垂下来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中握着眼皮 轻松地闭起来 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 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用这个漏眼 来看任何画面 我们完全是用心体会的 然后我们就来 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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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座 摩排 是静坐 的核心 摩排 包含了两个方面 就是身体失败跟心理失败 如果我们的身体感到失败 我们的心理也比较容易跟着失败 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心理感到失败 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失败 所以无限影响 我们现在就先来 以致自己感觉 轻松参与着着来 打着 要单盘 散盘 或者坐椅子 也都可以 现在我们先不管坐椅子 好不好看 庄不庄严 我们先以轻松 我们先以轻松 拾摆为主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做些事了 我们感觉没有勉强的 而感觉这样做 可以做的就不容易 轻松参与马通 这样就可以 我们都没有给自己太大的目标 一定要调到百分之百的十百 不一定 我们先让自己感觉没有勉强的 我们先让自己感觉没有勉强的 这样就可以 然后如果什么时候 那里感觉有爽臂马通的感觉出现 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没有关系 慢慢来 慢慢调整 然后我们一起来 观察一遍 全身的肌肉 从头顶到脚底 我们来扫描一遍就好 调整身体 让我们的身体感到轻松 慢慢来 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 整个头部都放轻松 如果哪一位有感觉 如果哪一位有感觉 头部有种种 紧紧的感觉 现在我们就调整一下 把它放轻松 十百字 十百字 是包含了三个意思在里面 就是轻松舒服 慢慢来 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 我们完全没有感觉 我们也没有感觉 所以 静坐很难 因为我们只是来坐着 休息 而已 所以就请大家 十百 十百的坐 除了 头部放松 头部放松 颈部也跟着放轻松 每间的肌肉 我们全部都放轻松 两侧肩膀 手臂 手腕 手掌 食指 手指头 都完全 放轻松 胸部 肤部 背部 腰部 脚部 两只脚 大腿 小腿 小腿 直到我们食指 脚 指头 都完全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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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全身都放轻松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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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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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一样,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身体就变得很轻 感觉很舒服 然后我们可以深呼吸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 我们来又深又长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地吐息 再一次追深追深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地吐息 当我们吐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吸收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 然后当我们吐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 让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 再一次追深追深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地吐息 现在我们体内感觉是空旷 通通通轻松 失败 感觉很失败 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放在身体的中央点 身体的中央点 身体的中央点就是我们心意的体压 我们都没有紧张 现在我们都没有紧张 现在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 心愈良心 心愈近愈定 舒服感愈来愈整齐呀 现在感觉不想要什么东西 感觉能够把心安放在这里 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如果哪一位还想意念一个所缘 我们也可以意念看看 如果哪一位想意念到 一个圆圆的月亮 也可以 圆圆的月亮就在我们佛部 的中央那里 感觉轻松舒服 如果哪一位还想意 还想默念身后 我们也可以轻松舒服的默念 什么阿拉罕的声音 什么阿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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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都感到轻松 十八 画面我们就意念到 圆圆的月亮 我们的心 也可以默念 三马阿拉罕 的声音 慢慢来 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练习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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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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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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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大,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哪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哪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些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异性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发生的家庭。 愿有静静的身体。 愿有静静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照。 也愿我们这叫善友,没有叫任何损友,愿离一些恶人。 愿我们许愿。愿我们许愿。 愿我们设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不容易。 愿我们许愿。愿我们许愿。愿我们许愿。 愿我们愿我们的身体健康持续。 愿您愿意。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 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皮子佛,每一尊阿罗汉 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恩导师,有罗补助师, 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 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 谢谢大家。 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 互相随时功德 仲敬 由于 语言 成记 我们把它翻成中文 就 试试看把它写成四个字四个字 大家 看得懂看不懂 智者 了知 无债之乐 亦智有财 看得懂吗 后面有这个十六字一怪怪的 怪怪的吗 我们先看 因为四个字的关系所以不能写得太详细 智者了知是有智慧的人会了解 无债是乐是一种快乐 亦智有财 是什么 乃乃是快乐 亦智有财是 意念到自己有很多钱 贤财 就很快乐 使用贤财亦为快乐 花贤也是一种快乐 其以会观 如果智者 以智慧来观察的话 智贤三乐就是所谓的 这三个怎么样呢 不胜自作 无罪业乐 十六字一 意思就是说如果把这个 无罪业 的快乐 做这个无罪业的快乐 分成十六个部分 这三个加起来还没有到一份 的意思 听得懂吗 为什么佛陀才会这样讲呢 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 不只是 工作 也含了什么 夜 对吗 你看起来好像 做 前面三个 很快乐 很开心 但是如果你万一 做错了这个的话 不只是今生 来生也要受那个苦 对吗 泰国以前 如果有贼 抢人家的东西 偷人家的东西 他们要 要跑 要逃警察 逃警察的时候 不能停顿 警察会抓到 对吗 晚上的时候 他们要休息 他们怎么做 会点香 然后绑在 脚那里 然后就睡觉 为什么 大概30分钟 当这个 这个香烧到自己的脚 该起床的时间 继续跑 这样子的生活怎么样 二十四个小时都不快乐 所以 才会说怎么样呢 这个 做 无罪 业 剩余前面的 这种快乐 另外一个就是 以他人评鉴为主 才开始工作的害处 有一些人 他怎么样呢 没有 没有办法自己做主 也没有 把佛法 拿来观察 却一直听别人 的 评鉴 才 判断要不要做 这个工作 他会怎么样 这样会变成 做什么都害怕 不敢做任何事情的人 对吗 怕人家批评 第二个 会一直迷恋他人的夸奖 别人 如果是现在的话 Facebook没有按赞 不算欢迎 敢做了 现在很多YouTuber 知道YouTuber吗 就在YouTube上 做这个很多节目 对吗 有一些 节目做得很好 有很多意义在 比如说看 那些 品鉴 比如看他们怎么品鉴 主持人太胖了 跟内容有什么关系 如果人在乎这些的话 就不用做什么 对吗 而且要等 你要 你要赞叹我 我才愿意继续做 就会分成这样 第三个 会讨厌 评鉴自己工作 有缺点的人 好 再来 最后一个 给大家更详细的 标准 分成世俗方面 跟佛法方面 世俗方面就是有法律跟规定 还有习俗 佛法方面也含了什么 戒律跟佛法 有没有那种 不犯习俗 不犯戒律 不犯佛法 但是犯法律 有吗 比如说如果我们买一块地 你就想 这是我的地呀 我就马上盖建筑物 可以吗 盖建筑物不行 你要先申请 你才可以的吗 那个文件下来了 你才可以合法的 盖这个建筑物 对吗 类似这样 那习俗方面就比如说 你是男的 却打扮成女的 走路 在路上人家就会看 戒律的话就看了 你是谁 如果是 居士 在街居士持五戒 如果想修犯行的 在街居士就 八戒 或者沙弥十戒 比修 有两百二百二十七条戒 但佛法跟戒律有什么 不一样 比方说 生戏 生戏 如果是 交损友 犯戒吗 交损友 没有 这个就是佛法方面的 这个就是佛法方面的 我们不要交损友 吝啬呢 吝啬有犯五戒吗 也没有 这是犯了佛法 所教导的 这样了解 那么我们来看 以下的事件 是不是正当的工作 我们看 第一个 在节运上 吃便当 没错 刚才是讲说 四个 要合乎 你 才怎么样 比较安心的 做那件事情 对吗 所以这个 在节运上 吃便当 是犯了什么 规定 对吗 在他人 婚礼喝喜酒 五戒 鼓励打选手 赶快打倒对方 佛法 男的打扮成女的 走在路上 习俗 边看 书准备考试 边滑手机 这个 是什么呢 好像可以吗 我们不是 讲过 是神主吗 就是要做什么 要得到成就的话 其中之一就是要转行 犯佛法的 在过年时 送终给长辈 当礼物 习俗 这样了解 所以刚才讲给大家 听的就是 我们要去做什么 把这四个 标准 当做一个 参考 判断 判断我们 改做 或者不能改做 我们先到这边 你呢 这个是什么 是什么 的 那是 这次是 这次是 今晚 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 早日正德内在的法神祝福大家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